第3540集 在适应了眼前的局面之后 他们中的一部分 留下来在阴寒之气中潜伏移动 司机偷袭 震慑这群人间法师 其余的都退回到了水中 开始兴风作浪 不断地释放出阴寒之气 在这些法师身边聚拢着 这样下去不行的 包围圈越来越厚了 往后再想逃就更难了 王小宝走到叶小木的身边 有些担忧地说道 以他们的实力 自己想要逃出包围圈并不难做到 但是他们不可能丢下大伙逃走的 人群中很多人也都是这样 能坚持到现在 谁也不会逃走的 叶小木冷静地观察局面 晚上他喃喃说道 现在有两个办法 第一 大家一起突围 这样可能会牺牲一些人 但大多数人可能会出去的 王小宝皱着眉头说 这不到最后一步 还是不要提这个吧 不然我们坚持到现在 算什么呢 不如一早就走 也不会有这些损失啊 他朝着前方指了指 在岸边很多地方 横七十五八的尸体倒在那 水面上一个也没有 不是没人死在水里 而是都被那些邪物都给撕碎了 第二个办法 就是死守 等我爸和雪奇阿姨上来 他又补充了一句 只要他们上来 一切就好办了 对啊 还说风陨早就形成了 正常的话 他们早就上来了 怎么到现在都没动静 王小宝自言自语 随后看了叶小木一言说 那只有一种可能啊 他们被什么对手给拖住了 我去看看 这里交给你照着 王小宝愣了一下 连了点头 妈 给我个氧气瓶 叶小木用大喇叭对谢雨卿喊道 你不能去 谢雨卿也愣了一下 发音过来之后急忙拒绝 我不会有危险的 我爸在下面 快点 给我扔过来 母子俩对视着 谢雨卿从他眼中 看到了每次危机关头 就出现在叶少阳 毛子里的那种眼神 自信而过绝 他叹了口气 谢雨卿亲自跑进了掌棚里 拿了一套潜水设备 爬上了高处 用力扔给了叶小木 为了不给他们增加负担 谢雨卿之前刻意远离了水库 也就没有被阴寒之气包围住 虽然没有专门潜过水 但是未防万一 昨天他是跟谢雨卿后面学过 如何使用潜水设备的 当下让王小宝帮忙 把潜水镜和氧气管带好 潜水服就来不及换了 他把外衣脱了 只穿了一条大裤衩 学着叶少阳之前的样子 拿着悬缘剑就跳下了水中了 虽然早就是春天了 但是水库里的水还是冰凉刺骨 叶小木打了个哆嗦 明白这不是正常的冷 而是阴寒之气在作祟 于是就将法力运转到了全身各处 从体表释放出去 这果然暖和了很多 身边的水域里 仍然不断有邪物朝着水面移动 有些发现了他立刻上来攻击 叶小木仗着轩辕剑的灵力 一边打一边下潜 后来遇到的邪物也就越来越少 水却越来越冷 他只能释放更多的修为来抵抗 逐渐的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他估摸着 以自己的实力 就算不遇到攻击的情况下 在水下待二十分钟也是够呛的 学妻阿姨还好 她是天罗夜茶 对淹水河的环境比较适应 自己的老爸可是个普通人呢 这多少时间过去了 他当真是没事吗 继续下水 就算有潜水净帮忙 叶小木也什么都看不见 就连方向都没法分别 还好往下的水是一点点变凉了 叶小木就靠这个来辨认方向 顶着博士的感觉一路下潜 这样下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突然他感觉到附近的水 在有规律的震动 这心想 这莫非那边有人打斗 于是就加快朝着那边游了过去 水中的震动感和流动的节奏越来越急 叶小木感觉差不多了 于是打开了天眼 四下巡视起来 天眼可以穿透一切灵感气息 看见邪物所在 之前不用 实现太浪费了 只能关键时刻才用一次 他看到一个人 在不远的前方 与一个巨大的支柱在搏斗着 双方的打斗方式难以形容 不是普通人那种一朝一世的对抗 叶小木的境界还看不大明白 但是他认出了那个人类 就是自己的父亲 叶少阳 他没事 这真好 叶小木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去 飞快地游过去想要助阵 这结果快到跟前时 似乎撞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上 这东西似乎在面前却看不见 但是用手摸上去 好像是一层编织网 没工夫摸击太多了 这叶小木用轩辕剑 在这张看不见的网上 用力切割了起来 那网却丝毫不损 他正在苦恼 这应该怎么弄 面前的网突然打开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吸了进去 叶小木双手游动 本打算快速地离开这股犀利 但结果整个人掉了下去 坠落在一层软绵绵的物体上 怎么回事 这里 没有水 叶小木有点茫然地站了起来 摘下了呼吸口罩 吸了口气 发现这里头有空气 也能够看得见东西 四周的墙壁上 透着一股淡蓝色的光 就是那层无形的网了 在外面是看透明的 到了里头 虽然网还是透明的 但是多了一层蓝光 能够勉强看见东西 爸 叶小木冲叶少阳喊了一声 叶少阳明显也正转头看着他 叶小木这时候才看清 他身上已经爬满了那巨大蜘蛛吐出来的丝 你怎么来了 捉我你 你来送死 叶少阳大声斥责 那叶小木却是不管 冲上前去 用轩辕剑去斩在身上的蛛丝 他虽然实力有限 但是轩辕剑是人间神器 当下就斩断了缠绕在他脚下的蛛丝 与此同时 一股强风从侧面吹来 叶小木试图做法抵挡 结果他这点输出 简直就像是泥牛入海 只是一阵风 就把他吹得飞了起来 撞在了网上 车骨的寒冷 感觉就像是肉都要被风给吹下来似的 突然遇到了一道紫器飞来 在自己身前挡了一下 接着一只手把他拽了过去 你这个傻孩子 你来干什么 叶少阳大声呵斥 我 我不放心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